马沙璐 大家好 2016年来以高中围墙图腾口述版 透过影音数位AI重新版制图腾介绍 设计好图腾内容文字叙述 用图腾图像彩绘看得见方式呈现 感谢来高艺术班最强团队 呼吸 NASI团队发挥图腾彩绘能量 文字的内容具体化完美看得见 好像是远古意境一味说书一味刻画 当然没有文字的当年 图腾是延续文化上重要记录方式 图腾经过千万年淬炼一直历久弥新 直至今日图腾元素慢慢地被世人所解谜 有些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图腾正在被研究当中呢 不被淤图腾特色保有传统文化 部落任何地方都是学习图腾的最佳场所 如果是加上创意方式延续传统加创新 更给族人深刻印象艺术层次更强了 因为是呈现图腾的精神与魅力 让美好的事物感恩分享 文字内容透过彩绘行动具体化图像 架构不同文创元素传输故事内涵意义 更显得重要呢 任何文字故事都可做并记录图腾年鉴上 就已了解学习谦卑之心态追求事实真理 除之道可或不可为外 要小心翼翼处理文语图腾的特色内容 任性者无谓的伤害与受罪 美而美花而也终会凋谢 挑战来以高中教育宗旨为图腾具体化图像 丰富的文字内容让图腾围墙元素每每登场 曾经何时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么认真了 文案内叙说住在斜坡上的族民 传统文化历史非常悠久 刚开始接受初级教育当教育宗旨政策 实际传统文化内用图腾文化代表内涵意义 与贵校教育设立宗旨相辅相成 其实不谈传统 也可以从图腾特色或之一二的 感受到文化与交流的感动 图腾名称永续大武 图腾说明 以排湾族圣山大武山与族民永续生活为主要发想 并以森林教育的概念延续文化使命 大武山区块内使用太阳眼睛 以及百步蛇斜布文组成的图案 说明蕴藏丰富的文化教育理念 并透过传说中桃湖蕴生概念 所蕴生出不同颜色的区块以来一箱黄红绿 这些颜色呈现波纹区块使用创新图文 百步蛇菱形传统图文做结合 透过不同颜色弯曲韵律配合文首图案上动律 描述大武山下生活除了永续传承部落内 丰富优良之传统文化外 更友善教育每个族民与建立温馨的学习环境 最后透过这些区块慢慢地滋养 长大茁壮并发光发热一直延续文化传承之使命 感谢来高校长 见证分享 元素可以感动或呈现事物张力精神 来以高中今年校庭前接受了这项任务 感谢更是感恩各位的支持与肯定 经多次讨论和开会结果 特选象征来以高中最新元素 增添不同面貌与特色 感谢呼吸台湾NASI团队 热情支持与完成这项任务 元素可以简单可以感动 元素也可以呈现传统和教育的至终理念精神 以来以高中教育宗旨理念 作为元素创新的开发 从不同的层面叙述结合传统创新元素 赋予墙面上不同意义与视觉感动 普通能量是元素构成的因子 同样的把元素拼凑化成一种视觉正面能量 活生生的见证在路过此地 部落好友和远到拜访朋友们 过程虽艰辛辛苦挥洒汗水工作团队们 也被受足人和朋友们亲切问候和饮料招待 感谢感恩 没有异象的能量意识元素结合 不足以引爆这么劲爆的画面和视觉 透过元素符号 传达精神指标结合创新的元素能量 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而对我来说每一处的彩绘挑战 都是新的能量产生 这样的能量不是一般人可以这么任意挥洒 但也不能否定每个人的能量 因能负于元素 感动和精神创造不同新视觉面貌外 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的学习创新和结合 引爆正面能量元素 感谢上帝赋予正能量 感谢路过每个人 感谢来高支持图腾特色元素 以及团队呼吸NASI排弯 谢谢您们 马沙路 感恩感谢鼓流静安